未来世界的打工人只能像驴一样 被困在不见天日的密室里 日复一日的推着500斤的石膜 即使累得精疲力尽 也不敢停下 因为一旦落后别人 就会丢掉小命 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假设两个罪犯同时被抓了 他们可以选择互相帮助 也可以选择出卖对方 可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都会选择互相背叛 因为谁都不敢相信对方 这映射到现代人们的工作中 有个十分生动的词汇 内卷 内卷成圈 人卷而卷 被内卷操控心神的人们 就好似一个个格子间的牧牛流马 2023年10月 一部名为《默仿》的电影 在美国上映 从商业角度来看 默仿规模小众 成本低廉 主演之中 除了26届MTV电影奖获得者 哈瓦瑞瓦 似乎都不大有名气 不过茶不再贵 适口为真 和阿尔萨比 默仿正是一杯小众之茶 作为马楼的我们 也许能在其中找到些许共鸣 乔在一个露天监狱 缓缓醒来 环顾四周 烈日 磨盘 墙壁上的电子瓶 这一切都让他倍感陌生 更糟糕的是 他翻遍全身 都没有找到自己的手机 为了弄清楚一切 乔只能拼命敲打附近的那扇铁门 遗憾的是 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作用 还反而惊扰了他隔壁的邻居 乔想抓住救命稻草般 和邻居打听起了这里的情况 没交流几句 邻居便嚷嚷着要回去干活了 眼见求助无果 乔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 寻找一丝出路 他观察周围环境 注意到一道成夹角的墙壁 他本想翻越这堵围墙 却发现墙体光滑 压根没有下脚的地方 正蹲在角落思索时 门外突然响起了人的口哨声 紧接着 就有人往乔的房间扔了几样东西 一瓶矿泉水 一个面包 以及一袋饼干 乔赶忙抓住机会 向门外之人发起求助 他称自己是跨国企业 Weller公司的经理 在五楼上班 功龄十年 他的妻子凯特怀孕了 他不想错过孩子问世的第一面 可惜 小致以情的计策 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 孤立无援的境地 让乔陷入了迷茫 夜幕降临 乔感觉有些饥饿 他望着门口散落一地的食物 只能在温饱面前做出了妥协 讽刺的是 这些食物的包装袋上 赫然印着Meller公司的字样 难道这所奇葩的露天监狱 是自己公司的杰作吗 晚上十点半 安静了一整天的电子屏亮起 上面出现了一个绿头鸭的形状 乔的公司Meller 一座绿头鸭 和电子屏的形象 恰好对上了 绿头鸭告诉乔 此时 他正在参加公司的高级职业培训 绿光转瞬即逝 乔还以为机器出了什么故障 隔壁的邻居却告诉他 这只不过是公司的正常操作 这所监狱的位置 就在乔上了十年班的公司大楼里 乔不敢相信 每天熟悉的地方 究竟藏了多少秘密 黑夜里 咒骂声此起彼伏 直到这时 乔才知道 和他一样被困在监狱的打工人 并不在少数 邻居出于善意 还是向乔透露了点内幕 倘若把这场培训 比作一场工业革命 那么乔周围的所有人 都是他的员工 已知 整个市场的需求总是一定的 想要平衡好团队的生态圈 就必须在产能供给上 做出改变 乔对这段发言似懂非懂 但他还是不明白 这些条条框框 午夜12点 门外的口哨声再度响起 寂静之时 还能清晰听到 这些惨叫声与棍棒声 乔背下的蜷缩一团 不敢动弹 第二天清晨 守门人依旧来投喂食物 离开前 守门人要求乔 及时清理地面的垃圾 一想到昨晚听到的怪声 乔不敢有半分犹豫 只是经历了一整天的暴晒 食物残渣 已经散发出恶臭的气味 乔忍着不适 仔细将他们扫进管道 清洁间隙 他忍不住询问隔壁 有没有听见昨夜的惨叫 对方漫不经心地回答 那些声音 不过是每晚的励志演讲 资本从一出声 便沾满了鲜血 而这个规则 在监狱同样适用 邻居的抽象画 让乔沉默了 片刻后 他又麻木地 继续着自己的卫生工作 清理完垃圾 乔在一个小土洞里 看见了一团黑色的虚状物 他试着拽了一下 却发现 那些虚状物 竟是一把人类的头发 而泥土之下 是某人干枯的骸骨 一家全球万亿美元的知名企业 竟和命案扯上了关系 顷刻之间 乔关于公司的认知 全面坍塌 在邻居的提示中 他回忆起 入职时的种种蹊跷 比如 禁止被公开的入职合同 夸张的员工福利 以及神秘的工作内容 乔感觉 自己陷入了一个庞大的陷阱 而现在的他 才刚刚入局 他想知道 这段经历的具体期限 到底有多长 可邻居还是重复着那句话 务必干好你的工作 那么 在这座默访密室 乔的工作内容 到底是什么呢 没过多久 电子屏上闪现的绿头鸭 便为乔做出了解答 按照培训规则 乔的工作时间 朝六晚时 而工作内容 便是推动中央的这块石墨 每推动一圈 电子屏上的积分板 便会自动积累一分 乔是默访蒙新 根据新手保护原则 乔今日的最低配额 是50积分 如果他当天没能达成目标 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在竞争激烈的21世纪 现代企业流行末位淘汰 而在绿头鸭监狱里 管理者同样采用了优胜劣汰制 无论每日的配额如何 乔所在团队的最低分者 都将被强制解雇 初来乍到 乔对强制解雇的后果还不大了解 但联想到 昨夜惨绝人寰的尖叫 乔断定 出局的人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生存面前 成年人的尊严一文不值 凌晨6点整 倒计时开始 一身革履的乔 脱下了自己的体面 烈日下 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旅 努力推动着末访的转目 也许是平时疏于锻炼 乔费了好半天的劲 才获得一个积分的累加 绿头鸭为了庆祝乔的首次胜利 还贴心地为他准备上了一杯高级红酒 可惜 这杯红酒是巴比特的 人类暂时还没进化到那种程度 世界上从不存在抽象的人性 只有具体的欲望 在乔埋头苦干时 绿头鸭还不忘宣传公司的产品 那是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区 听到家这个词 乔想要回家的心变得无比强烈 在下工的最后一秒 他竟然直接把积分干到了一百 当日任务超额完成 乔拖着满身的疲惫 眉眉躺下 可他还没来得及进入梦乡 不远处高亢的女生 便搅乱了他的心壶 驴在木盘上干活时 农民为了防止他们偷懒 用黑布蒙住了他们的眼睛 而乔逃避残酷现实的方式 便是用手堵住自己的耳朵 或许从某些角度来说 乔和那些驴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经历过第一天的施工 乔大概总结出了 磨仿的生存法则 想要在这里活得久一点 必须努力推动那块磨盘 第二天开工前 邻居警告乔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配额告诉别人 毕竟在绿头鸭的小社会里 足够优秀 却不是特别优秀的人 是没有资格看见明天的太阳的 现在他们可以是邻居 但绝不可能成为朋友 因为他们是竞争关系 后知后觉间 乔才明白过来 末房里每个人的配额是不同的 朝六晚时 紧一缩时 整日还得为性命提心吊胆 这样的工作环境 绝不是乔理想的样子 乔不是没吃过苦的人 他从学生时期起 就背上了5万美元的巨额债务 做到今天的位置 他用了整整10年 如今 不过一次莫名其妙的职业培训 却再度将这个寒门子弟打回原形 而最让乔遗憾的是 他那未出生的孩子 或许这辈子都见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乔的经历让邻居大为触动 他不禁给乔提出了真正的提议 在这座监狱 光是门头努力是不行的 所谓人生如戏 而末房的工作就是一场游戏 唯有成为游戏的玩家 而非NPC 才能掌控游戏的主动权 凌晨6点整 上宫的铃声如约响起 新的一天 乔的劳动配额依旧是50积分 汉流加倍时 乔想起了和妻子凯特 入住新房的情形 那天天气明媚 绿意融融 两人对于房子的布置都十分满意 凯特运度隆起 眉目含笑 然而 在听说丈夫请了小假时 却突然变了脸 在他看来 背负巨额房债的人 是没有资格请假的 新房面积很大 却终究安放不下 两人疲惫的灵魂 等乔从心酸回忆里抽出身时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10点整 此时 乔的积分板上 足足有150个积分 根据这两日的工作经验 乔预感自己不会是最后一名 正当他准备脱衣休息时 守门人却敲响了他的房门 带着粗鲁的语气 命令乔靠近那扇铁门 想到前些夜里的骇人惨叫 乔的心里有些害怕 他试图搞清楚守门人的意图 对方却只是 让他赶紧脱掉身上的衣物 未知的恐惧 令乔浑身站立 夜色中 一股莫名的凉意 冲刷着乔的身体 随后 一块白色的香皂 被扔在他的脚边 原来 守门人深夜来访 不过是为了让乔洗个香皂浴 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显然 这场淋浴 是乔超额完成工作的奖励 日夜轮转 转眼又是一个大晴天 末访的天气更加炎热 即便再能干的家履 也终究受不住这片灼人的日光 坐在木盘上休息时 乔看着手上厚厚的剪 思绪越飘越远 快三天的劳作 不磨麦子也不发电 乔不明白 这些劳动能给公司创造什么价值 然而罗斯丁自身性命都难保 又有什么说话权呢 大家也只能带着各自的枷锁 继续前行 为命运感伤时 一段沉重的回忆 闪现进乔的脑海 书桌前 凯特对着一些账单一筹莫展 临盆在即 凯特却提出重回工作岗位的想法 房贷 孩子 爱人 促使人类奋力耕耘的 又何止是资本挥舞的驴边呢 只不过 人类的软肋既是负担 也是动力 终于 乔在计时截止前 370积分 夺为命运 便是在人最绝望的时候 再给予一点点曙光 临睡前 乔在末盘的把手上 发现了亚历克斯的名字 隔着通风口 乔好奇地向邻居打听起了这个人物 亚历克斯是监狱的勇士 也是唯一从囚龙成功出逃的存在 听说有人脱离苦海 乔立马就来了精神 只是令他困惑的事 这位勇士既然成功出逃 为什么没有向世人检举这个鬼地方呢 早餐时 乔因超二完成任务 又获得了一份礼物 一只刻有他名字的钢笔 送礼准则 实用为先 在这座酷热的监狱 这只钢笔的价值 甚至不及一瓶饮用水 圣怒之下 乔和绿头鸭大吵了一架 甚至还将手中的钢笔砸了个稀烂 而作为抵抗资本的代价 乔今日的配额 也被上调到了370积分 怒气发泄完 活还是要干的 工作时 乔已经完成了一圈 积分板的数字却是纹丝不动 经邻居提醒 他才意识到 管理员已经修改了他的积分规则 乔的一圈一分 被升级成了两圈一分 也就是说 乔今天要是不想被淘汰 至少要推740圈的石墨 强烈的求生欲 让乔在接下来的劳作中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下工时间近在咫尺 乔距离740圈的目标 却还很遥远 想到即将到来的惩罚 乔脆弱地趴在地上抽气 对于隔壁的低气压 邻居很不适应 两人随意交流了几句 三言两语间 乔便把自己今日的配额说了出来 瞬时 巨大的压力笼罩着所有人的心头 听着耳边众人的咒骂和抱怨声 乔的内心乱作一团 内卷赛中绝无赢家 在这场非自愿的恶性竞争 乔这位卷王 也沦为了所有工人的公敌 没多久 关于乔未达标的惩罚出来了 伴随着红光和三角警示牌的出现 一股强大的热流 涌满整个空间 在乔达到370圈之前 这股热流都不会消失 在这场AI独裁的游戏里 人的存在不过悲如楼仪 在乔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今日份的淘汰名单公布 那是一个被乔拖累的大叔 可乔自顾不暇 早已没有了未是愧疚的力气 六点前 守门人拿着早餐如期出现 乔为了撤销红光惩罚 工作比以往更加卖力 灰尘满地 臭气熏天 幻影中西装革履的乔 将此刻满头拉墨的乔 衬托得更加狼狈 经过八小时的心情耕耘 乔勉强达成了370几分的目标 农民驯服家旅时 往往会挥起鞭子 再给对方一点食物 而绿头鸭为了感谢乔的付出 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段打鸡血的视频 画面中 妻子凯特已经顺利生产 孩子的出生让乔潇然泪下 乔本想多看家人纪业 可绿头鸭却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 毕竟鸡血在精不再多 要是一下子打多了 难免形成脱民反应 多热的归训 让乔渐渐习惯了推磨劳作的生活 只是人与驴总归是不同的 人类群体中 亲情的羁绊 总是远胜于 搏上缰绳的威力 这天 乔来到通风口 为之前卷死战友的事而道歉 顺便向他打听 亚历克斯的信息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邻居也大致了解了乔的脾性 将心比心 邻居在进入末坊前 也曾有过为人夫 为人妇的幸福时光 只是时光不带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孩子的脸庞 也早已在回忆中模糊不清 同理心 让邻居原谅了乔之前的莽撞 他告诉乔 对面墙壁的柱子旁 有一个视觉盲点 之前亚历克斯 就是通过那个盲点 从监狱出逃的 乔按照邻居的指示 在柱子附近观察许久 却没看出什么玄机 无意间 他发现墙壁上 有一道陈旧的裂痕 裂痕之下 是一个突兀的原型图案 乔灵机一栋 捡起那只被砸在角落的钢笔 对着小圆洞悄悄打打 日积月累间 之前那个仅容一指的小洞 竟变成了能装得下乔的洞穴 而就在今晚 乔将通过这个洞穴 创造绿头鸭史上的另一个奇迹 入夜以后 乔和邻居仓促告别 纵身一跃 来到了另一片天地 只是 这里除了死气沉沉的黑 竟再无别的什么颜色 愣神时 乔的眼前 出现了一阵刺眼的白光 紧接着 一个手拿细长钢管的男人 出现在他的前方 乔看不清男人的面庞 但他知道 那是每天给他送餐的守门人 可惜 赤手难抵铁棍 乔的逃亡 中道崩粗 现代职场上 有一种惩罚制度 叫做连坐 即一方犯错 相应的后果 将由队友一并承担 乔罔顾规章 半夜出逃 作为幕房老人 邻居自然担起了连坐的惩罚 搭上了自己的一条腿 加上全体员工的配额 被上调至一浅 身残的他 想要完成今天的任务 无疑是天方夜谭 他知道 今日之后定是死期 悲伤过后 邻居将自己的秘密 全都告诉了乔 原来 在被禁足监狱前 他曾是IT行业的佼佼者 这个恶心的绿头鸭系统 就是根据他们团队的算法 改变而成的 只是 在二进制的世界 人类的智慧 终究不敌AI智能 造神之人 反而被剁神反江义军 邻居的自由 让乔迸发出灵感 既然监狱是AI的产物 那便必须遵守计算机的原则 没人工作 就没排名一说 乔的零分安全论一经公布 立马得到了所有成员的认同 末盘之上 乔的演讲震亏人心 在他的号召下 一场浩大的罢工运动 在监狱正式拉开帷幕 开工铃声准时响起 乔却躺在末房旁边 悠闲地吃起了早餐 他以为 只要所有工人团结一心 便能摆脱资本的压榨 可他却忘了 世上最不可控的 从来不是资本 而是人心 利益面前 一切背叛和妥协 都有可能发生 很快 绿头鸭发来了一条新规 让这个小团体分崩离析 零分者将被自动淘汰 迫于现实的无奈 那些曾经支持乔的员工 最终还是屈服于资本的淫威 此时 距离下工还剩最后两分钟 再不妥协 并意味着彻底的终结 脱下体面的外套 套上无形的缰绳 在邻居的劝说下 乔也完成了今天的唯一一拳 夜空群星闪烁 乔却感觉自己的人生 从未如此暗淡 这是乔与邻居永别的日子 在离开之前 邻居向乔 吐露了自己的最后一个秘密 原来 那个被誉为监狱传奇的 亚历克斯正是他本人 只是 所谓传奇 总与现实有所偏差 当时他逃到半路 便被守门人强制遣返 不过 接力抗争过的人生 又何来后悔一说呢 只是唯一让他遗憾的是 还没来得及 将这座监狱一把火烧光 殊途同归的结局 让围城内的两人 纷纷沉默了下来 或许在绿头鸭的游戏里 淘汰出局 反而是一种友好的解脱 痛失队友后 乔的生命又回到了最糟糕的时刻 在那些昏天黑地的日子里 他的胡叉 已被岁月悄悄染白 曾经倔强奸挺的脊背 也开始勾搂得不成样子 搓头至此 绿头鸭除了给他播放些妻儿的画面 竟没有丝毫放他离开的迹象 带着满心的不甘 乔彻底和绿头鸭撕破了和平的假面 只是比起上次摔钢笔的行为 乔这次的举动更加触格 他将满腔的怒火 宣洩在监狱的转盘上 作为破坏公司财产的处罚 乔即刻面临解雇 厚重的铁门缓缓开启 12个衣着整洁的业务员一拥而上 将乔团团围住 他第一次在监狱里 接出这么多新鲜的面孔 怀着对人性的最后一次信任 乔希望他们可以救救自己 可面对乔的卑微恳求 对方却全然一副 置之室外的高冷姿态 铁门外 熟悉的口哨声再次响起 这一刻 乔终于见到了守门人的真实面目 守门人一身制服 钢管铁棒寸不离身 显然他是这座监狱的保安人员 不过 比起保安这个称谓 他更喜欢别人叫他 人力资源执行者 作为HR 他试人做蝼蚁 掌握职场打工人的生杀大权 他提出 只要乔打一击快乐粉 就能彻底摆脱监狱的束缚 逃避虽有用 但却可耻 为了捍卫自己 仅剩不多的自尊 乔直接开启了暴走模式 守门人血迹斑斑的脸庞 人力资源团机械的微笑 电子助手随心所欲的裁决 这里不是打工人的圣地 而是散发着资本恶臭的地狱 被绿头鸭奴役摆布了这么久 乔还是无法说服自己 与恶魔共舞 他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一句 我不是怪物 成了他在这个虚拟世界最后的遗言 再度睁眼即是现实 之前对乔肆意嘲弄的守门人 变成了他的人力资源伙伴 约翰尼是他在三次元的名字 回神时 乔发现自己的额角处 贴有几个奇怪的电子仪器 就是这些玩意 让他们进入了公司的模拟职业培训中 而在他的周围 像他这样装扮的人还有很多 培训者在游戏世界工作好几载 可放在现实世界里 其实只有短短一个小时 至于凯特生产 孩子学步的画面 不过是AI给乔开的玩笑 下午1点的钟声敲响 约翰尼没有时间和乔解释更多 乔在游戏世界 懂进退 善观察 敢反抗 经过这次的培训 系统判断乔是领导团队的好苗子 上级一致决定 任命他为新任的高级管理者 新工位位位于66楼 那是乔从未到达过的高度 高处不胜寒 即便从游戏中抽身 乔依旧对眼前的道路万般迷茫 跟随约翰尼的脚步 乔去往自己的专属办公室 大厅里 绿头鸭的电子音烦人依旧 看着屏幕上的鸭子图案 乔的脸上满是复杂 乔的新工位 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样板间里 这里死气沉沉 密不透风 甚至连外头的阳光 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工作台上 乔的电脑壁纸 被设置成了妻子凯特的肖像 只是 这种刻意营造的温馨感 让乔的心底 生出了一股难言的怪异 乔的工作内容是每晚7点前 刷够10个视频 从推末变成看视频 乔的工作强度明显有所降低 只是究其根本 不过都是些AI创造出来的垃圾工作 只要好好干 它的住房 车辆和奖金结构 都会被全面升级 和入职公司的合同类似 乔的升职协议同样保密严苛 那是一张薄薄的文书 也是乔和家人生活的入场券 乔的脑海中不断闪现出 在监狱的场景 那种感觉太过真实 乔不禁产生怀疑 未来真的会好吗 他不知道 不过犹豫几秒后 他还是签下了协议 一切妥协和将就 不过是为了三餐温饱 碎饮几两 调整好心态后 乔在办公室前 给妻子拨去了一个电话 工作10年 乔从没在上班时间 主动和妻子电聊 乔忍着哭腔 向妻儿诉说着自己的爱意 不过是一个上午的分别 乔却觉得 这天的经历竟是如此的漫长 故事到此结束 看完这部小成本电影《默访》 是不是感觉有点黑镜那位了 在影片中 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职场炼狱里 员工们被剥夺自由 要求无休止地推动石墨 他们的生命价值被量化为积分 他们所做的一切被监控和评估 这种对人性的量化和物化 正是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今天 不断加剧的那卷的真实写照 人们宁愿累死自己也要卷死别人 劳动者多如牛毛 供大于求 而生产资料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这让无数打工人陷入了内卷的泥潭 每个人都像墨房里的一头驴 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被迫在有限的资源和竞争环境中 不断提高工作强度和效率 以求的生存 然而这种竞争却最终导致了零和博弈 所有人都在为了微薄的利益而互相倾压 最终走向了共同的失败 然而墨房也并非简单的职场批判 他深入地探讨了人性的议题 他经历了恐惧 愤怒 绝望 希望 妥协 展现了人在面对压榨时的复杂性 我们既渴望成功又渴望自由 既有反抗的冲动又不得不妥协 我们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认可 却发现自己只是齿轮的一部分 只是微不足道的螺丝钉 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该如何保持人性 是否会为了生存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尊严 是否会为了成功 变成毫无感情的工作机器 其实当我们深陷泥沼之时 更要惊醒内卷的吞噬 底层的内卷无止境 而人的精力却如沙漏般流逝 一旦消耗殆尽 不管如何努力 都无法触及真正有意义的目标 那些眼前的机灵狗碎 将成为我们生命的枷锁 将自我禁锢在无望中 往复循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